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打海賊王卡牌比賽的心得 大家如果看我的Facebook或IG 就會知道我打這個旗艦賽已經打了三次 並且在第二次的時候我已經得到這個冠軍 全球只得300張有包含數字的一張路飛卡片 並且我這款牌組在三次比賽中都得到頭白 所以也會有一張頭白的喬巴 至於為什麼手上現在只得一張呢 大家明白吧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牌組就是羅的牌組 就是紅色和綠色的 這個網站就是我用來一個組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放在下面有連結給大家自己嘗試一下組 一開始我是組紅綠的路飛 但發現隊長技四費很難用 經常都出不到 後來就決定換了一個羅來用一用 因為它的效果就是 你只要牆上有五隻怪的話 你用兩費 然後可以把綠色或者紅色的怪彈上手 然後換一張五費留下的另外一個顏色的怪 例如你彈綠色就要換紅色 我的完整牌組就像畫面現在這樣 但我們今天最多只會說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至於打法上面由於是比較關鍵的關係 是會影響到你對遊戲的概念 從而令到我之後的比賽難打 所以那一方面就靠你們自己領悟了 我也覺得為什麼我會贏到 並且可以穩定打到頭八 都是因為我對於這個遊戲的概念 是理解正確的 所以又令到我可以上到頭位的一個牌組 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由於我們有紅綠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這部牌組 算是一個控制型的全能牌組 原因就是我們會有速攻 可以打快一點點 我們有Blocker 我們有檢索 這邊就是超新星的檢索 我們也有些是跳怪出來殺人 跳怪出來扭橫人 跳怪出來又是殺人 這個Block的時候又可以抽一張 所以基本上我們想要什麼打法 在這部牌組都可以找到 首先看第一張 2000盾的小玉 這張可以當成一個盾 但我們可以當它是一個功能牌 打出來的時候可以選別人2000弓 拿來對付一些大費的基德 例如這張8000 之後別人插一刀 你一定是要打他 我們就可以利用小玉 減他2000 令我們容易打他 也可以配合一隻刀 可以直接KO 就不需要煩你究竟想要多少弓去打 類牌的南美放四張 這個絕對是大家公認最強的檢索牌 因為他不需要扭橫 不需要額外給多一個費用 羅賓就是對應環境放進去 因為現在有很多紅色和綠色的 會有一些三費 可能攻擊不太高 我們如果站長先打這張 對面就不會亂跳一些低費出來 因為他的攻擊效果 就是可以攻擊時直接殺一個3000 留下的怪 所以這裡我下了三張 然後速攻捉羅四張 然後這個人妖也有四張 一來可以當成2000盾 二來可以當成一個扭橫 一個功能牌 扭橫對手一個4cost留下的怪 然後我們用隊長去打 亦都會在中盤可以用到他的效果 去扭橫一些blocker 令到我們可以直接收頭 然後這一張的基拉 雖然他是blocker 但其實我會當他是一個 掩索牌 即是類牌的效果 的一張卡片 亦都是有一個blocker的效果 所以這一張是挺好用的 但是很容易成為敵人的目標 別人可以扭橫讓我無法blocker 不能抽牌 但都算是用了他去做了些事 令到別人額外消費了些東西去搞他 關鍵的羅 五費跳出來 將自己一張牌返回手上 然後換一張三費留下的出來 就可以配很多東西 可以配這個捉羅 可以配人妖 你想要blocker 也可以配喬巴 配剛才這個基拉 也可以打小玉 所以羅在這張牌 是最核心最關鍵的牌 也可以跳另外一張基拉 直接殺一個扭橫的三費留下的怪 然後八費的基特 這張屬於一個防守型的卡 亦都可以配合我們 因為我們很多的卡片 都是跳出來的效果 拿美檢索等等 他的效果就是 可以將自己扭橫 然後特召一個三費留下的怪 並且在扭橫的狀態 如果我們插一刀給他 別人是一定要打他 所以只要我手牌是有資源的情況下 我打出這隻 我就可以用我手牌去保住這隻 不用人家又只可以打這隻 他就需要消耗非常多的手牌去解決這個基特 就可以令到我們賺一個資源差 然後這張海軍 純粹是一個解長 並且有少少大力的怪 登場時殺一個四費留下的怪 有一條bar blocker 兩張 插刀的藍尾 我們放了三張 如果你詳細有藍尾 就可以八費的時候 配合這張基特 用它的效果插一刀給他 你八費就照到這個兵齊有一刀 也可以插給基拉 如果對方有六千打點也可以插給捉羅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然後有二千盾的補充盾 或者是我們的中盤的時候 配合隊長 因為隊長需要鋪牆 要鋪五隻怪 他可以順便出來鋪牆 也可以加上自己隊友的攻擊力 一舉兩得 它的效果就是插兩刀攻擊時 別人是不可以用blocker去擋 就是收頭用 或者打穿別人的這張基特 其實都有用 我比賽中也試了這個攻擊 因為出了這隻基特 通常會有多一隻blocker 在旁邊的 如果你很大力去打這個 比如萬多 萬多 萬四 萬五 別人的一千blocker 已經解除了 騙了你很多資源 所以有一個無視blocker的卡 都挺重要 但是如果打得太多 我覺得是有卡手牌的關係 所以我只打兩張 然後殺人機 可以兩張 檢索超新星的女人 我放了三張 因為這張是屬於比較虧牌的檢索卡 他需要一塊打出來 然後一塊扭環 再去檢索 比起南美的性能 就差非常之遠 他是企直打出來 已經可以檢索 如果這張扭環 是會被人打 所以他的性能沒那麼好 我就只打了三張 他的好處就是 如果對手沒有理你這張的女人 你下一回合又可以再抽卡 那時候的優勢就會出來了 就是你抽兩張牌 這一張就是賺的 最後來到事件卡片的部分 由於我們是紅綠笛 所以可以放的卡都幾下 首先放火拳充 加4000 殺4000 以下殺人家的blocker 接著這一張 一費加2000 然後可以扭回我們的一隻怪 用法就是給blocker 給羅用 或者我們平時的速攻怪 打完之後 別人想用5000 6000去收他的頭 也可以用這張扭翻值 保護自己的強力打手 兩費加4000 扭環對手的4cost 留下怪 這一張的好處就是 你擋完一下之後 也可以再扭環別人另外一隻怪 令到我們一張牌可以擋兩次攻擊 最後一隻兜 直接殺一個6000 留下的怪 很多厲害的卡都是6000 例如出公路飛 羅 這些五費 其實全部都是6000 尤其這些6000的blocker 很麻煩人家 加少許的攻擊力給他 他就已經可以擋到 就會騙回我們的資源 所以如果有一張石頭Pistol 就可以比較容易用低資源 去換別人關鍵的怪 這張起的效果其實都很關鍵 所以我這裡其實打了三次比賽之後 我都會想再加多一張 如果真的要加這張的位置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拔走這一張 或者拔走一張blocker的肌賴 小玉加這個jack的combo 其實真的非常厲害 大部分的情況我們都可以解決得到 比較解決不到應該就是 海多的全清那張十費怪 他有12000的攻擊力 所以如果去到那種地步 其實我這副牌的打法就是不解決 就連他速攻那一張 其實我們都遇過很多次 但我都是選擇不理他 我直接用血量去擋他 然後我再用我的資源去直接收他的頭 三次的比賽中 我打了比較多的deck 應該就是綠色和紫色 唯一沒有打的就是藍色的deck 所以如果對上明哥 究竟這副起不起作用 就暫時參考不到 但現在的環境 對於其他不同顏色的deck來說 勝率都很高 唯一真的難打的就是純紅色的Jorah的deck 打Jorah的deck 其實我們會是4-6開 甚至是7-3開 看看對面究竟捉得順不順 如果別人是先手 並且第二回合已經出到羅賓 其實我們是非常難打的 除非我們反手捉人妖 然後扭橫羅賓 再用隊長打 然後他又不夠他 這樣才有得追 所以紅色就是我覺得最難打的一副deck 總結三天 我第一天其實打到八強人紫步 分別就是打了一個Oden 然後打贏了一副海多 輸了給誰我忘記了 然後第二天我贏了比賽那一天 第一場打Oden 第二場打紫色的紅花 第三場第四場海多 最後一場打紅色的Jorah 而第三天的比賽 我第一場都是打Oden 第二場打基德 但第二場我真的是老斃失的 明明我有一隻基拉可以炸別人三費 人家有一隻谷已經橫了在這裡 我的腦一直以為我炸的是火拳充 一直以為他五千弓 我炸不到他 其實我這個直接跳出來 他三費是直接死亡的 之後第三場都是記德 然後第四場打紅色的Jorah 也是我覺得五場中最難打的 那場最後贏得非常非常少 真的是險勝 然後第五場打自己這個紅綠色的羅 對手又輸了給我這個小玉 再加jack的combo 第五場打自己也很難打 因為他前期 好像我剛才所說 他第二場已經出到這張羅斑 我很多東西都不用出 這些類牌 這些類牌 Blocker 全部都會被人解釋 然後我又抽不到人妖 所以他前面是非常順 我是中間開始打回來 才能贏到 所以打羅也是五五波 看看大家如何解釋 看看手牌信不信 以上就是我打三次旗艦賽 每次都是入到八強 拿到這個喬巴的心得 應該是一個排組組法 因為打法方面 其實這個遊戲 非常講究一些細節的位置 無論是你怎樣擋 你怎樣進攻 怎樣吃血 其實都是非常講究的 連Blocker出的時機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需要大家去練習 才可以玩得好的一個遊戲 不止其他遊戲 吃運氣的成份那麼重 你只要Dead做得好 你理解到遊戲系統的話 其實海賊王這個遊戲 是非常非常穩定的遊戲 因為它起局的時候 還可以讓你重新 所以已經減低了很多運氣的成份 如果大家想在頭一版 就是這個Booster 第一旦出現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穩定的成績的話 其實我會推薦是玩紅色 因為紅色真的非常穩定 而且是簡單暴力 它每一回合都可以發動隊長技 而我這副螺 難玩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我們這副是怎樣的玩法 它不是真的 你的牆上有五隻怪 不斷打 不斷打 打到五隻 原來發酵 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樣打的話 就會很快用完資源 而導致你後面 你不能怎樣去做事 所以螺的玩法 比較拖去中後期 而且要求你吃血 手牌用多少去擋 夠不夠掛的細節 都是要求非常非常高 你才可以把螺的玩法 所以這副 我不覺得是新手應該玩的 但如果喜歡玩抗操 並且喜歡玩多變化的牌組 這副你就可以嘗試一下 如果新手想強 真的直接玩紅色是最穩定最強的 如果大家組我這副 覺得為何不斷打不斷輸 或者組紅色為何不斷打不斷輸 絕對不是因為那副牌組是差 或者怎樣組得差 一定一定是大家對這個遊戲的理解上 是有偏差的關係 所以在這些每一個的細節位 都輸少都輸少少少 加起來就會導致你這個遊戲輸 以上就是今天這個紅綠色的螺的牌組分享 希望我之後可以打多一次冠軍 我多一張就可以... 完結完比賽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這個遊戲的細節位 如何操作會比較好 今天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海賊王這些卡牌遊戲的話 記得按個LIKE支持一下 還未加成門下弟子的朋友 也可以按個訂閱鈕 訂閱頻道 還有鈴鐺接收直播 還有這邊的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